大家好,我是普通话,不怎么标准的瓜妹,欢迎来到我的吃瓜圈。 近日网友曝光一组关于第17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新纵红的名单, 然而意外的就是名单上居然提侣了巴和王俊凯。 据说第17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是由果优担任会长, 相比金马奖与白鱼蓝鲁奖项仅仅仅是小了些, 但是也有一定的含金量和关注对演员的认可, 从昨天看到这是一组获奖演员的名单。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黄轩、海青、万茜等11派演员外, 且还有一些老一辈的艺术表演家, 竟然眼前一样的就是迪丽热巴和王俊凯熟悉的演员面孔了, 因为两人曾一起主演了解忧杂货点, 才在这次提名的名单上, 但网友就不买账了, 曾经表示迪丽热巴和王俊凯似乎没有什么大调作, 凭什么能拿到此奖呢? 虽然这个奖含金量是够了, 但网友则表示这是一个水奖, 就像前不久蔡徐坤拼着一首英文歌拿下金曲奖要, 而且这是除了热巴齐齐英语身后又一大奖项,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呢? 好了,本期发明就说到这儿, 喜欢可以留言加关注, 我们只做暖圈的版本。